大家好,我是Ether 今天的视频呢,是上次虚拟机平台测试的下半部分 视频发布以后呢,有些朋友觉得说我的测试可能会有问题 主要是集中在这个群灰上面 那我今天就把群灰的这两个系统的设置呢,全部拿出来 大家看一下,有疑问的朋友呢,你就可以稍微暂停一下 看看我这个设置是怎么做的 我能够设置东西就这些 VMM这个组件呢,也没有给我更多的权限,让我改来改去的 所以如果你们觉得我好像改了什么东西,或者设置了什么东西 你们就自己看 我在测试之前呢,是不会带有任何预设立场 说是想黑谁,或者想怎么样的,完全没有 这个情况是我测成什么样的,我就把我测到的数据拿出来给大家看 还有的朋友说,你为什么拿个3710来测试 爱7不香吗?爱7确实香,但是我得有啊 我手里也就这3710算是比较闲,能拿出来单独做个测试 否则的话就影响到家里人使用了 另外这台机器的性能呢,基本上和广大的爱折腾又非专业的爱好者们 手里设备都差不太多,所以我觉得拿这个机器来测试挺好的 应该有一定的代表性,也比较贴近大家实际的感受 那么等以后吧,我手里的这个设备多一点的时候,我呢会把这个测试呢再多做几遍 看一看是不是在各种硬件平台上都能得到同样的结果 接下来一个想跟大家解释呢,就是关于这个虚拟机和容器技术的问题 有些朋友在留言里面问,既然你测的都是这种专业的虚拟机平台 那为什么不把这个Docker啊,PopMan之类的这个加上,这个不能加,因为它们是容器技术 放到一起测就错了,因为虚拟机技术的实现方式是通过一个Hypervisor的层呢 把物理和虚拟机的环境的隔离开的,这样才会有一个测试的必要 就是说看看虚拟的环境里面到底会有多大的性能折损 但是对于容器技术来说呢,它只是隔离了进程和一些资源 你完全可以把这个容器呢,想象成是安装在物理机上的一个绿色版的软件 所以对于容器来说的话,运行效能其实是完全不用担心的 这也是为什么我之前做了Docker的视频里呢,我专门介绍给大家 就是用Docker跑OpenWT的原因 就是因为用了Docker跑OpenWT的话,它的效率就是跟装的物理机上没有区别 如果大家对之前我的视频不太熟悉的话,就麻烦点一下这个视频的右上角 我会把往期的视频的链接放在这里面 再接下来呢,就是具体的一个测试命令,屏幕上已经写上了 大家不用记啊,我会把这个命令呢,放到视频下方的这个说明里面 你们到时候直接Copy就行 至于我为了测试那个Linux64位系统专门编译那个Corework文件的话 现在也放到网盘里面去了 欢迎大家下载了以后,在你自己的机器上也试一下 正好也可以验证验证我的这个结论是不是正确的 再接下来呢,就涉及到Linux系统上面的两种虚拟机实现的技术 一种叫做KVM,一种叫做QMU 这个PVE, Unraid和Synology呢,在实现虚拟机的方式上呢,使用的是KVM的技术 那么对于爱快来说呢,使用的是QMU的技术 那我怎么知道爱快用的是QMU的技术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张图啊 这个呢,是OpenWT系统在爱快上面跑的时候的一个概览 它显示的就是QMU的Virtual CPU 我就很奇怪,就是说会不会是由于QMU的原因导致爱快的虚拟机效率特别的低 所以呢,我才在PVE上又重新跑了KVM的64和QMU的64,验证我的想法 测试结果呢,需要大家稍微等一下给大家展示出来 那么首先回到这个问题,就是什么是KVM,什么是QMU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我必须先给大家打个预防针 就是说我真的不是虚拟机的专家 我对这个东西的解释呢,也是基于我自己本人的一些理解 如果有任何错误的话,欢迎大家到这个视频下方的留言区呢,给我留言 感谢感谢 那么说到KVM和QMU的区别呢 首先KVM是基于内核的虚拟化技术 那么QMU呢,是在User Space来实现的 由于KVM是在内核级的虚拟化 它负责虚拟的设备呢,就是像CPU啊,内存啊,这种比较核心的设备 而QMU呢,就可以理解为是一种硬件的仿真程序 所以它在这个User Space这边呢,负责的是系统的IO的工作 那么两个项目就KVM加上QMU来完成整个系统的一个虚拟化工作 另外呢,对于QMU来说呢,它实际上有两种运行的模式 一种叫做User Mode,也叫用户模式 一种叫做System Mode,也叫做系统模式 那么User Mode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它只负责外围周边的这些IO的 然后如果它要是运行在System Mode呢,它就不仅仅能虚拟外围的这些周边设备 它也能虚拟CPU和内存 所以呢,我猜爱快应该就是使用了QMU的System Mode来搭建它的虚拟机 保持这个性能这么差 好,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在PVE下面支持的几种CPU的类型 那么第一种呢,叫做Host的类型 什么是Host?Host的意思就是把整个CPU的所有的特性呢,暴露给这个虚拟机 好处自然就是获得最好的这个性能 但是呢,它也有一些问题就是如果你在进行虚拟机的迁移的时候啊 比如说你从一个Intel的CPU挪到一个AMD的CPU上的时候 由于你暴露的是所有的CPU的特性 那么你在迁移这个虚拟机的时候,换到了一个不太一样的CPU上面 相信从Intel到Intel不会有什么问题 但是从Intel到AMD的时候,就会由于缺少某些特性 导致这个虚拟机在迁移之后变得不稳定 那么相对于这个Host是这种全暴露型的这种CPU类型呢 QMU64和KVM64呢,它就相对来说呢,就不会暴露所有的CPU特性 那我在选择这两种CPU类型的时候呢 我会在下面把AS指令机呢选上 这样的话,这个两个指令机就会透传到这个虚拟机里面来 以便获得不错的性能 但是如果你问我说,KVM64和QMU64里面这种Common Type 这种CPU这个类型到底都支持了哪些特性 说实话我不知道啊 因为这些都是属于是KVM或者QMU 他们自己根据这个CPU的数据结构定义的类型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表啊 首先呢,这个左侧的这个蓝色的柱子和黄色的柱子 其实实际上有一个物理机,然后有三个PVE的成绩 然后再加上一个i块的成绩 那这里大家可以看到啊 那么在CoreMark这一块 即使是你换成了KVM64或者QMU64 其实对成绩影响并不大 然后我们接着看OpenSSL的成绩啊 能够明显看出来啊 那么新的这个KVM64和QMU64的成绩 折损情况还是挺严重的啊 即使我在虚拟机设置的时候 把底下的这个AES指定机选上了 但还是发现了很大的折损 不过可以看出来KVM64和QMU64之间呢 好像他们之间的差异并不大 只是相对于这个物理机或者说是host的那种模式呢 确实损失是比较大的 那么最后总结一下 发现这个host模式呢 在PVE下当然是首选推荐的这个CPU模式 那么这个KVM64和这个QMU64呢 虽然在这个兼容性或者说是 迁移的稳定性上面获得一些进展 但如果你没有什么特别大迁移的需要的话 还是建议你呢 使用这个host来获得最好的性能 不过再多说一句 我刚才说的情况呢 都是只是在PVE之间互相比较 如果拿PVE和爱快来比较的话 他们即使使用的都是QMU 仍然之间有巨大的性能差异 所以大家总是说 谁谁谁用的都是KVM 他们的性能就得一样 不是的 同样的技术落到不同人手里 那就是会有不一样的结果 大家不要再争论这件事了 这个里面呢 只有OpenWRT系统的分数 因为没办法吧 这个爱快装不上 至于爱快的虚拟机为什么装不上Linux系统呢 我猜想是因为爱快的虚拟机对于虚拟磁盘的识别是有错误的 大家可以看这几个系统安装的时候的截图 基本上都停留在这个分区的时候 对于整体磁盘这个识别上 实际上每个虚拟机呢 我都分配了20G的磁盘空间 但是呢这个系统安装步骤 如果走到这个磁盘划分的时候 它都会把20G的硬盘认成22G 所以呢我调整过很多次 这个磁盘空间的大小 尽量的不要超过20G 另外呢又调整过多次这个分区的这个比例 结果还是不能成功 试了很多遍实在是装不上 所以不得不放弃啊 这次测试呢 其实花了最多的时间不在测试上面 主要就在把这些系统想办法安装到这个机器上面 包括这个最麻烦的就是这个ROS系统 我其实是非常好奇在ROS上面的虚拟机效能是怎么样的 因为我看它也是用KVM来实现的 所以呢我就试的装 结果发现用这个USB的方式是呢装不上的 即使你用量产工具把你的U盘的变成一个CG ROM模式呢 它仍然不能认 最后真是找了一圈实在没办法 我就刻了一张安装盘 结果发现USB的光区还是不认 最后我都跑到了朋友家去 找了他们家一台特别老的机器 然后把硬盘装到这个上面去 然后呢拿他家的那个老光区往那个系统硬盘上装 终于把这个系统装上了 然后我把这个磁盘拿回家接到电脑上 进到虚拟机这个组件里面去设置的时候 我才发现由于我用的其实是一个评估版 没有序列号导致这个组件其实根本没法用 我也不能为了个测试 还花好几百块钱买一个正版吧 到最后就只好不得不放弃 哎说这么多呢 其实就是想分享给大家一些细节的信息 希望我这些踩雷的经历呢 对你以后有一点点帮助 好那么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个视频讲 拜拜了个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